同学你好,我是这个技术人啊 然后你的这个项目已经给你做完了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总体的项目 就是有四个框 那算了,直接给你十五眼是吧 这个现在咱们来个近距离的,你看 先让摄像头,这个是摄像头 这个是火焰,然后先让摄像头看见 等一下啊,再清楚 看着这个,你看 然后它自己就灭火了 对,它自己就过去了 不是人为的 你看现在咱们再来一个 这个特别远的距离 这个应该是十米之内都能使得到这个微弱的火焰 现在这个是四米的距离 你看它现在已经识别到了 就在这个框里面框出来了已经 它现在自己就跑过去了 你看看 跑的速度不是很快也不是很慢 对,它自己就跑出去了 然后你看它自己灭的火已经停下来了 这个就是总体的演示 像这个的话,刚刚有点直线距离 现在给你整个翻的也行 咋多行,我再给你点着再来一次 像这个的话,刚刚有点直线距离 它就是你看 它会识别到就是任何一点带火焰的地方 就是无论是这个,看 就那个 这个暖壶上面不只有这个烟火焰的反光 这个都能识别到,特别的敏感 你看这些都不要让它看见就行 只让它看见蜡烛就行 到时候演示的时候就让它看见蜡烛啊 咱们再圆一点 你看它自己就过去了,识别,识别,识别 对,这样就已经熄灭了,你看 屏幕上一个点都没了 这个就是总体的介绍 然后再给你介绍一下就是这几个东西啊 这个是输入的视频 我先给你把火点住 就是这个小插的底下有这个开光 这边有这个开光就是小水流流的 摸一个就摸一个 这个开光,等你把它关了之后 小水流流流的 现在咱就直接识别这个,我们就行 哎,同学,你看 这个是输入视频,然后这个就是对火焰处理的视频 如果它,你看,识别到火焰之后 上面会标出来许多白点,你看 还有几个窗口 这个是窗口打印数据 就是从这个单变器之内给这个主机的一个反馈 就是它,它能看到就是你看 左边右边等于多少,然后右边等于多少 就这个的一个反馈 三二打一圈的一个反馈 然后这个是open cv open cv 一运行,你看 就这样 就是支持程序 它运行开始后就这三个por input video 然后还有fire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就是它输出给那个三二代卖机的一个数据 你看,它现在没识别的好 你现在让它识别的好 你看,数据马上就变化了 都是点滚动的数字 你看 然后三二再通过这些数据来调动这个是左拐还是右拐就行 就这么的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就是总体介绍 演示的话 就这样吧 已经四五米的话 足够你打遍了 就别打遍了 然后我这边就抓紧给你写个论文 你看看这个食物应该是满意吧 嗯 嗯 嗯 弯状 弯状